看来一句真要转变策略了 三加二组合不仅比赛中一局没赢 训练赛也是全败 长生或许是最不该被轮换的选手 就在今天 年度总决赛第二周的比赛揭开序幕 首周表现不错的两支队伍 RW霞和老干爹将打向首战 老干爹更换了教练之后 年总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 队伍的打法很像一句 中野出节奏辐射双边 而且同样有实力不俗的边路 能在关键时刻进行兜底 另外说到一句也传出新瓜 一定实力 但是磨合在一起效果不佳 主要在于一句非常依赖中轴的发挥 有长生在中野的节奏更好 换掉长生之后 一句的节奏很怪 导致其他线也受到影响 此前北生透露奶茶 已开始研究新策略 或许本周一句就会进行改变 毕竟对于狐神公爵等二队选手来说 年总擂台赛是一个打出身价的好机会 如果有亮眼表现 到了下个转会期也不愁下家 不过通过数据来看 轩染的数据还是要更华丽一些 毕竟轩染的赛场经验要更丰富 在经历春季赛和夏季赛的磨练之后 稳定性无疑会更强 那么大家认为 据放弃三加二模式 是否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呢